大家好 我是Alice 夏天的時候我比較喜歡簡潔的妝容 而來到秋天我就更加鍾情於精緻和多層次感的妝容 我甚至會把眼睛像畫布那樣畫 塑造一些特別一點的眼妝 今次會利用Lane H最新推出的Mascara 和限量版眼線筆示範兩個韓式妝容 近來韓國很流行一些彩色的眼線 但很多女生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今次就教大家 首先在整個眼蓋 塗淺黃色的眼影打底 之後塗的眼影就會更顯色 然後用眼影掃 掃橙色眼影在眼頭和眼尾的位置 這時候兩坨橙色其實會很怪的 所以就用手指點白色的閃粉 塗在眼蓋中間的位置 整對眼就會突然間很有立體感 再用一支很幼的眼影掃 掃橙色在下眼線的位置 很明顯 記著用眼線筆塗抹內眼線的位置 這次我會畫綠色眼線 不想太突厭的話 可以用一個閃亮亮的深綠色 把眼尾畫圓 Lanege這支眼線翼的筆嘴其實蠻堅挺的 很容易就畫到明確的線條 這支眼線筆的另一邊是一個實色的綠色 畫出來的效果其實蠻明顯的 而且它很快乾又很防水 就算搓也不會脫掉 再用閃亮亮的一邊畫在下眼線三分之一的位置 對眼看起來會比較大 夾好一點眼睫毛就可以塗折毛液 今次用Lanege的增長折毛液 它除了可以增長之外 還可以做到根根分明的效果 好像我這麼難的女生就更加適合 因為它是溫水可赦的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它真的幫我的下眼節目增長了不少 我選了一個很自然的胭脂 掃在拳骨高一點的位置 打開一點點亮亮 感覺輪廓就會更加立體 最後加一點顏色的嘴巴 整個樣子就已經很精神了 這個妝是不是很有秋天氣色呢 設置自然卷的髮型 整個造型就會更加完整和自然的了 第二個妝就是韓星最普遍的眼線妝 首先用香檳金色眼影打造底線 然後在眼尾塗深啡色的眼影 打造一個深邃的眼窩 記得要由外到內地塗 不然妝看下去就會好像很髒 一樣的 一樣要用眼線筆填上物內眼線的位置 接著就用LANEAGE的啡色眼線液 今次就用了實色那邊 先畫一條很完整和實色的眼線 眼尾還要長一點 打造那種很有魅力的感覺 然後就用右眼影筆 畫一些深啡色的眼影 在下眼線三角形的位置 再用啡色眼線液的另一邊 畫一條閃亮亮的下眼線 大約畫到三分之二的位置 整對眼就會立即很有時尚感 因為眼妝已經很深色 所以就要用比較濃密的睫毛液 今次就用LANEAGE的濃密睫毛液 用它來掃幾下已經有很濃密的效果 但又不會有格仔腳 塗完之後 眼睫毛都可以保持著不行 其實也挺厲害的 所以試完之後 我都愛上了這一枝的睫毛液 想要一個更加濃密的效果 可以用LANEAGE的白色眼線液 畫在眼頭三分之一的位置 打造一個閃爍的效果 我建議用珊瑚色 可以貫切整個妝的感覺 最後就要畫上一個 現在韓國最HIT的花瓣嘴唇 配合這個妝的話 可以摘下手 留下兩支鬍鬍鬍 再用電熱棒設定 這樣就會自自然散發出韓國女生的感覺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今次的化妝教學 拜拜 拜拜